黑幫高調的舉辦春酒 現在已經引起了警方 高度關注 擴大零檢手動 而由於目前事件還在風口浪尖上 很多的幫派也陸續取消了春酒 包括是近年形勢很低調 竹聯邦智堂 原定也要在今天 是在臺北市中山區 攜開四十桌舉辦春酒 不過最後現在決定不辦了 來 不要走 身份沒有查完 名人會高調辦春酒 惹怒警方因為幫眾不甩警察 讓現場作證的中山分局長 當場震怒 分局長直接發飆 這才讓幫眾乖乖配合盤查 但名人會在五星飯店的這場春酒 讓北市警方顏面無光 夏立言查幫派為了不掃到台風尾 人堂旗下的紅人會 御人會 以及文人會都決定停辦 但傳出一度有幫派 不願配合堅持辦到底 名人會囂張舉辦春酒 徹底惹怒警方 後續幾個幫派陸續停辦春酒後 曾傳出竹聯邦智堂 唯獨他們將會在十號晚間 在中山區的這間宴會廳 如期舉辦春酒 竹聯邦智堂打算在巨星會餐廳 洗開四十桌的熱鬧春酒 起初不願意停辦 但消息曝光後幾小時又臨時喊咖 警方講明治堂春酒堅持要辦當然可以 但當天就是整間餐廳從內到外查個徹底 餐廳業者擔心影響其他客人 定金也不要了勸退黑幫 加上竹聯邦內重量級人士 也向浩大喜功的年輕小伙喊話 期盼顧全大局 這才讓智堂決定停辦春酒 原本他們還是執意要來舉行 那經過我們很嚴厲的告誡 然後表明我們警方的態度 如果他們執意來舉辦 我們絕對我們會規劃重兵 來做一個強力的盤查 一場春酒鬧得滿城風雨 警方亡羊補牢向黑幫宣戰 幫派分子也只好暫時屈服 但是這樣的平衡能維持多久 外界也在關注 記者 紅小璇無上線台北報導